这里是姜斗雾先生的家吗 我们在他的车里发现安眠药 应该是自杀 不可能 我哥不可能就这样死了 大死 死我 您听说姜斗雾的事了吗 你们没关系了 不要再念念符 大孩子 他该怎么办 该不会吴淳男决定要养他吧 既然没有找到尸体 就表示姜先生还活在这个世上 这之中一定有问题 周一至之午晚间八点 回笑吧 纯男